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历代之上第十七章 我要从第十六节读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耶和华上帝啊,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上帝啊,这在你眼中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 耶和华上帝啊 你看过我,好像看过高贵的人 你家于仆人的尊荣 我还有何言可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耶和华,你行的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 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 好,读到这个地方 十六节之前的时候 是上帝透过先知拿丹 跟大卫转述说 上帝不要你用你的手 给他盖一个圣殿 但是却说 你的儿子可以 给上帝盖一个圣殿 简单讲 这一句话呢 是不答应 大卫的祷告 答应大卫的心愿 到了十六节的时候 反而大卫呢 说出感恩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得到 即使不在父亲的手 能够完成这件伟大的事情 却在我的儿子身上 完成这个事情 当然上帝还是尊荣大卫啊 所以所罗门做的事情 是大卫的儿子做的时候 当然做父亲也是感谢的 不过我们要读 想思考一件事情 也就是祷告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愿 难道一定会蒙上帝的悦纳吗 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 但不等于上帝会答应 我们的祷告 我们可以诚实表露出 我们的心愿 可是当我们很诚实 表露出我们心愿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一种 很诚实的自私 很诚实的基督 很诚实的这种 这个心中的愤怒 那上帝不 他听得到 但不见得他会应允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每一个祷告 上帝必定垂听 但是垂听不表示上帝 一定是应允的 这是很基本的 祷告的概念 上帝必垂听 上帝必应允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文的范围 大卫王 他要盖圣殿 照理讲 他是唯一被圣殿描述说 是个合神心意的人 可是竟然 这件事情上帝不愿意 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 连主耶稣 他在什么时候做一件事情 他在科西玛尼人祷告 天赋上帝 把十字架的苦碑 能够挪去 而他为这件事情 祷告的时候 不蒙一语 为什么 其实他内心本身也是一个争战 再来是保罗的祷告 保罗有好几次向神祷告说 在他身上那一根痛苦的刺 三次求主拿掉 但是祷告不蒙一语 保罗是使徒 使徒祷告的时候 也有不蒙一语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当然也会不被上帝应允 祷告我们应允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 也就是要照上帝的旨意来求 他就听我们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是求上帝来成就我们的旨意 而是要求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求我们能够成全他的旨意 能够神建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个许多人祷告的态度上 必须改变的地方 上帝他喜欢我们对他祷告 可是每一次当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神在检验 我们这个人本身的心态 有没有正确 当我们的祷告的频率 跟神的频率能够调和的好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就顺畅 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来思考 就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祷告 不过就是旺求了 亚各苏告诉我们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因为你们旺求 什么叫旺求 就是随便求 这考虑到自己的 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国跟义 你看到我们平常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你看知识的 知识的这种心态有多么的明显 你看到我们在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 许多人的动作本身 自私的行为是多么的明显 这就是一种旺求的一种外面的表征 当我们所求的内容 只是为个人 而不是为上帝的国跟义的时候 不是切合上帝的旨意 那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需求 而喜好望求 那神不会应语的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 有一个概念 让我们不要造的意思 乃是造你的意思 如果是如此的话 我们就开始改变了 就在圣经当中 扫罗为什么上帝原本喜欢他 但是却慢慢的没有办法喜欢他呢 因为他许多事情 都是旺求 他的旺求很不太一样 就是他的动作比上帝来得快 我们祷告也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等候是神训令我们一个 一个重要的功课 神的时间不跟我们一样 神出手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因此我们要等候 那我后来发现 往往不是等候上帝 而是上帝在等候我们 什么东西要等候 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神在等候 你看到一个孩子成长 就要花这么没 花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的品格难道不需要时间去改变吗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上帝亲自来破碎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本身的本质还不够成熟 也至于我们以后的动作就很容易会带来破坏性 看起来是建设 但是同时也是破坏 求神来祝福你这一天 愿我们的祷告 更多更多明白神的心意 那个时候你的祷告 望求的成分会越来越少 阿们